记者谢军林台北报道,台大校长临选争议延烧三个多月,教育部今晚作出决定,以台大校长当选人管中敏,在参选过程中为揭露担任台湾大独董等理由,决定不聘任管为台大校长,全案回到临选委员会对校长候选人资格进行出审的阶段。 对此,管的义务律师团稍早发声明表示,教育部做出健太大学自治,无法无天地驳回拼任决定,仅能以御加之罪,和换无辞八字形容。 以下围管中敏义务律师团声明,苦等百余日后,一如先前所调,教育部终于做出健太大学自治,无法无天地驳回拼任决定,综归新闻号及其附件之内容,仅能以御加之罪,和换无辞八字予以形容。 其任性妄为,滥权独职之程度,令人瞠目结舌,不能置信。 无人无法理解教育部有何权限与依据做出此决定,更难以想象若一起审查标准,只要不忠其意,又有何人能担任台大校长。 读圣贤书,所学何事? 无等身为管中敏先生之义务律师团,面对此等毫无公义之后你,必将本著所学,为大学自治与学术自由,奋战到底。